著名作家慕尼尔有句名言 人生真正的幸福和欢乐 浸透在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中 亲密的家庭关系 是人生路上的底气 和睦的家庭氛围 是晚年幸福的根源 而这一切 都离不开家人之间的沟通 说话之时的语气 言谈之中的分寸 一句话 能暖一颗心 也能伤一个人 一张嘴 能忘一个家 也能毁一个家 人到晚年 这三件事 宁愿烂在肚子里 也不要对子女说 避免伤及自身 或及家庭 一 过往的恩怨 别反复提及 网上有个提问 幸福家庭的共同点都有哪些 有个高赞回答写道 是过不计仇 家里不积怨 从不翻旧账 相处有温度 已经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留在过去 反复提及 必定会伤了亲人之间的感情 怨恨久了 福气越来越少 仇恨多了 人心越来越远 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 有个让人窒息的故事 多年前 母亲陈亭外出打麻将时 八年幼的兄妹俩锁在了家里 没想到由于一时大意 妹妹吃核桃时卡住了喉咙 导致无法呼吸 哥哥林霄想要找人求救 却打不开家门 最终无能为力 只能眼看着妹妹在自己面前 失去了生命 自那以后 这个家再无欢声笑语 取而代之的只有 陈亭没完没了的哭闹 争吵 责备 她无法接受失去女儿的事实 更不敢承认是自己的错造成了这个悲剧 也没办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痛苦 于是 她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儿子 每天都会对着灵霄哭喊 都是你害死了你妹妹 你为什么要让她吃核桃 这份怨恨 给年幼的灵霄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阳 让她困于其中 变得沉默寡言 随着时间流逝 陈亭离婚后再婚 有了新的家庭 可她还是不愿意放过灵霄 她想尽各种办法让儿子留在自己身边 却一言不合就提起当年旧事 怨恨依旧不断 反复折磨灵霄 使她患上了抑郁症 久而久之 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 陈亭也因此落得各众叛清理的下场 王小波在爱你就像爱生命中写了一句话 人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到处都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了中年以后 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了 家 是人一辈子都离不开的靠山 人老了 最怕的不是没钱 而是孤立无援 当年华老去 能联系上的朋友越来越少 老伴也会离自己远去 终有一天 能依靠的指尚儿女 如果总是把陈年就账挂在嘴边 终究会让父母孩子产生隔阂 给亲情蒙上阴影 毕竟在亲密的关系 也经不起反复在对方伤口上撒盐 永远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 把最亲近的人越推越远 更不要用语言的刀 去戳伤你最爱的人 二 钱财的打算 别四处宣告 俗话说 钱是人性的照妖镜 是人心的考量尺 是感情的试金石 金钱能放大人心最黑暗的部分 能让血缘亲情在一夜之间反目成仇 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家里有位亲戚 自老伴离世后 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在老房子 儿女很少回家探望 近些年 因为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老人担心自己有朝一日病倒无人照料 便提出去孩子家生活 可是三个孩子在得知老父亲的请求后 都以工作太忙唯有表示拒绝 有人给老人出主意 可以告诉儿女们 谁愿意接走自己 就把这些年的存款留给税 大儿子在电话里听闻此消息后 隔天就回老家接走了父亲 老人甚是欣慰 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过上老有所养的晚年生活 没想到的是 大儿子把父亲接回家后 声称创业需要资金 立即问父亲要走了一笔钱 随后的几个月 他又多次表示自己急需用钱 没过多久就掏逛了家底 即便如此 他依然以为想要坑老 认为父亲藏着财产不给自己用 而在这数月时间里 儿子始终没有照料老父亲半分 除了要钱的时候 平日里连一句关心问候的话都没有 老人心里有苦却无处诉说 多次给另外两个孩子打电话 等来的只有无人接听 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让我想起那句很透彻的老话 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法棍 随随便便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人老了 为什么不能在子女面前透露钱财的打算 以及遗产的规划 因为在金钱面前 即使亲兄弟 亲父子 也难以抛开利益 只谈感情 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 为了父母的财产 有人从此自甘堕落 靠肯老生活 兄弟之间因此反目 为了以产争执不休 见钱眼开 是人性的一部分 与其喋喋不休谈论财产 不如守口如瓶 减少矛盾 人生下半场 唯有把金钱和感情区分对待 才是对待自己最好的方式 三 子女的过错 别过分苛责 傅雷加书礼 傅雷教导儿子 理智也不要起壮 得礼也要饶人 一个家庭相处最好的模式 正是如此 欲是不过分苛责 不必事事都分对错 穷不怪父 笑不比凶 苦不择欺 气不凶子 就是稳固亲情的关键 到了晚年 人往往会变得喜欢老道 对细微小事要纠结对错 对子女的人生也要指手画脚 人世间里 周炳坤和周父有过三场对峙 让人感触很深 这三次争吵的原因 都是因为在炳坤眼里 父亲一直看不上自己 认为自己是周家最没出息的孩子 伤了他的自尊 炳坤为周家付出了很多 希望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周父觉得炳坤从小不爱读书 学习成绩太差 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 他却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其实父亲满心里都是对于这个小儿子 人生的担忧 但由于父子俩缺少有效沟通 矛盾越攒越多 有次父子二人发生激烈冲突时 周父脱口而出 你有什么出息 你哥你姐读大学 让你去考 你能考上吗 一直以来的指责 戳通了炳坤的心 让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火车站送别后 父子俩许久没有联系 周父甚至都不知道儿子搬了家 买了新房 直到父子再次相见 炳坤才终于将这些年的委屈意图为快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都是一个爹一个妈养的 就我没出息 我多难受你知道吗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我爹我妈对我满意 你不安慰我不说 你就撒盐 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 哪疼你抠哪儿 两眼一句三东满 恶语伤人六月寒 每一句不经意间的苛责 都会给子女的心里留下伤痕 久久难以痊愈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最好的情绪 最温柔的语言 应该留给最爱的人 最好的家风 事遇事不责备 多一点包容 少一点指责 多一点理解 少一份谩骂 亲情才能长长久久 很认同一个观点 理想幸福的家庭既不遥远 也不会自天而降 他应靠自己的力量去求得 靠全家人齐心协力去建立 人老了 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 维护好家人间的感情 就是晚年幸福的关键要素 有的话 不知该不该说 多思慎言就好 有些事 不知该不该做 深藏于心就好 没有事 你知道自己一定要看 什么 드러미 怎么会认为 瓤儀心协力做 人铁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